古早文中的炮灰宫 秦瑞是一名现代大学生 某天晚上无意中看了一本古早狗血小说 故事情节简单粗暴 主角兽被主角宫的父亲带回家后 两人历经艰难险阻 终于迎来幸福结局 而故事中 秦瑞注意到一个可怜的角色 主角宫的弟弟秦瑄 这个炮灰宫之一 因为爱慕主角兽而最终悲剧收场 当秦瑞睡着后 醒来竟发现自己穿越近了这本小说 成为了那个炮灰宫秦轩 这一切令他惊慌失措 但很快他便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再走上原书中的悲剧道路 第二章老爹之死 故事开始时 秦瑞作为秦家的次子 目睹了父亲秦老爷带回了一名少年 主角兽李峰 李峰被带回家的第二天 秦老爷便突然病逝 这一句秦与原书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秦瑞不禁感到一阵紧张 接下来 按照小说秦杰 李峰会与秦家的长子秦泽渐渐互生情愫 秦瑞知道自己如果跟随原书中的秦杰 必然会因为爱慕李峰而卷入一场无法自拔的悲剧 他按字下定决心 必须改变这一切 第三章 改变计划 秦瑞决定远离李峰 尽量不与他接触 他转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实力 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他开始努力学习武术 并且在经商方面展现出极高的天赋 很快便在家族中展露头角 秦泽和李峰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 秦瑞看在眼里 心中既有些酸涩 但更多的是如是重负 他不再是那个爱慕李峰的可怜弟弟 而是成为了一个有能力保护家族的强者 第四章 家族的危机 某天 秦家图遭敌对势力的攻击 家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秦瑞挺身而出 凭借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和实力 带领家族反击 他的果断与智慧让家族度过了难关 赢得了家族成员的尊敬和爱戴 在这段时间里 秦泽和李峰的感情也经历了考验 他们互相扶持 共同面对困难 最终更加坚定了彼此的感情 秦瑞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 心中感到一阵欣慰 自己做出的改变终于让大家得以幸福 第五章 新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秦瑞逐渐成为了家族中的支柱 他的成就和声望也逐渐传遍四方 他没有因为爱慕李峰而卷入那场注定的悲剧 反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道路 某天 秦瑞在一次外出经商途中 遇到了一名女子 苏婉 苏婉聪明伶俐 性格坚韧 与秦瑞一见如故 两人在相处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最终决定共度余生 婚后 秦瑞和苏婉共同经营家族事业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秦泽和李峰也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结局 秦瑞看着这一切 心中感到无比满足 第六章 命运的转变 秦瑞偶尔会回想起自己穿越前的生活 那个现代世界的记忆依然清晰 他知道自己改变了小说中的命运 不仅拯救了自己 也让家族和其他人走向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他站在家族大院的高台上 眺望着远方的山川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慨 他明白 无论是在哪个世界 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努力追求幸福 命运总会给予回报 秦瑞微笑着转身 走向正在等待他的苏婉 他知道 未来的日子虽然充满挑战 但他已经不再害怕 因为他拥有了真正的爱和家人 这一刻 他深深体会到 改变命运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那些自己所爱的人 无论前路如何 他都会勇敢面对 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